上回书咱们说到小伯龙方天化 尤打方家庄逃到了太湖中山寨 来找他的兄弟少湖主小灵狐李俊 这个小灵狐李俊哪 为什么得这外号呢 就因为他心性灵强 他是太湖中山寨少当家的老湖主李广通 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样呢方天化就来找这小灵狐李俊 看见李俊了 李俊可愣了 哥哥怎么这样了 哥哥 你这是怎么了 方天化叹了一口气 兄弟呀 现在哥哥我的方家庄 已然被苏州府的官人 皇天霸昭了 万贯家资全没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走到半路上还遇见一个满南侠 把我的零碎东西连大罐都偷走了 我的运气呀 就好比马岛安子转栽火一起来呀 我实在是没地方去了 我来到太湖兄弟 你得管我你得护批我呀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我要是住一天就走 兄弟你也别拦我 我必然有紧要的事情 如果我要走不了在这住上一年半载的 兄弟你可不许年落呀 这必是我的官司没完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 我得跟兄弟你说清楚了 千万千万不能让蒙父老人家知道 我在太湖里住着呢 行行行 大哥你忘安吧 我绝不会让我父亲知道 太湖十几个寨 都不能让他们知道 您在我这住着呢 好 他们认为他们哥俩在背地说的话 没人听见 俗话说得好 要叫人不知除非寂寞为呀 这个蛮南侠 保护了师大人 把方天话挤得走了 方天话想刺杀师大人没有成功 这蛮南侠呢 他瞧着一黑人走了 他就知道是方天话 所以暗中就追下来了 沿路之上细刷小波龙 在背地里 依然给苏州府送了信了 这件事 这都是张玉干的呀 那他为什么要给师大人送信呢 这就叫 世亲三分相 世火热四会 蛮南侠的亲妹妹张书珍 许派给太湖的小灵狐李俊为妻 就是为过门呢 如果说方天话惹出大祸了 要连累上太湖中山寨的老胡主李广通 那么自己的妹妹 还嫁谁呀 小灵狐李俊这个妹夫恐怕也活不了啊 也得牵连在官司之内 您瞧 凡是行侠作义的人 他的眼光最远 他看出来了 表面上看着小波龙方天话 这人确实不错 但是 他这人意恨心毒 所以蛮南侠张玉 才在深夜之间来到苏州府衙 寄件留刀 给清官苏州之府师大人送了信 没过了三两天 黄天霸就来到太湖了吧 等黄天霸带着人一进来太湖 小灵狐李俊就愣了 心说我跟方天话 我们哥俩在背地说话的事 没人听见呢 怎么这个黄天霸一入太湖 就口口声声 要在我太湖中山寨 搜索这小波龙呢 再一听父亲 派何鲁通检查各债 小灵狐李俊可真急了 赶紧出大厅来到自己的太湖小寨 见方天话 他刚回来 就听见对面寻山大寨的乱了 这太湖中山寨 英明是水汉十二寨 实际上呢 得够十四个寨 小灵狐李俊住在太湖小寨 寻山大寨主何鲁通住在寻山大寨 两寨相对 离得很近 这个何鲁通是个证人君子 证人君子要调查人家的私必 当然得先调查自己 把自己查清楚了 才能再查别人 何鲁通奉老胡主李广通所派 查这太湖权债 他自己手底下也有二百多楼楼兵呢 亲说 如果我手底下有楼楼兵 私自窝藏小伯龙方天话 这叫知情不举 我有罪呀 要是犯了太湖的功率 就得打我八百大棍 挨打的事情小 我自己身为太湖中山寨寻山大寨主 我脸面何存 所以鱼鹰子何鲁通 先带着寻山的楼楼兵 来到自己这座山寨之内 检查 先点名 挨着个的茶房 而且诚心把这声音喊出去 为什么呀 刚才我说了 对过就是小灵狐李俊这太湖小寨 诚心让这李俊听见 我先查谁 先查的是我 寻山大寨 所以这声音传出去 小灵狐李俊刚摆布 还没跟方天话说话呢 就听见了 李俊到屋中一看 小伯龙方天话正在这呆呆发愣 他刚要问 温大哥 你为什么是发愁啊 还没说呢 楼楼兵进来了 少寨主 寻山大寨主何鲁通 要检查咱们太湖小寨 请您出去瞧瞧吧 小灵狐李俊撒腿往外就跑啊 一看何鲁通 带着十二个人来了 外部刚要进这太湖小寨 小灵狐李俊笑着就迎出来了 小灵狐李俊倒心了一口凉气呀 他看着何鲁通 怀中抱着父亲的一只护手钩 再瞧何鲁通 面沉如水 而且身背后背着他自己的兵刃 钻船铁拐 哎呀 有父亲这只护手钩 就如同父亲亲自来呀 李俊 还是待着笑着 何大哥 您上我这儿来有事吗 有事吗 好 问得好 说到这儿何鲁通 穿一下 马脸蛋子 往下一沉两只眼就一瞪 我呀 放老胡主所拆 咱们太湖十二寨 窝藏了大反苏州的小波龙方天花 所以我才奉老胡主之命 来查你这个小债 大哥呀 要说您老人家查别人的债 那是奉了我父亲之命 理所应当 您要查我这个小债 可有点不合理呀 我跟老胡主是亲父子爷俩 哪有外人 查我们家的道理 啊 要是按公理上说 有一句话叫 孰不兼亲 李俊几粮 他拿着话 对付何鲁通 何鲁通 眼睛望下一骂他 兄弟 你说的话不错 可是 自打我进入太湖 你掌指算算五年了吧 这五年当中 哥哥我还算办事 大公无私 要是按兄弟你说 孰不兼亲 要是按我说呀 天子犯法 与民同罪 你要说论父子 你这父亲是老胡主 你是少胡主 不许外人检查 我问问你 为什么老年间传下了原文斩子的事啊 小灵活李俊听到这儿也把脸往下一沉 大哥 说得不错 可有两句话 大哥可知道吗 树贤班纠走 班纠 贤树 班纠 飞呀 啊 好啊 好啊 我可没念过树 我不懂的这两句话 哥哥 您不懂我告诉您 这两句话呀 就是这么讲 您在太湖中山寨跟我爹好 可是您姓何 我爹姓李 将来我父亲总得有个百年之后吧 啊 他要是离开人世了 这座太湖中山寨可由我来承受 大哥 您平常可对我不错 我当然在我掌握太湖中山寨大权之后 我还得重用您 您仍然是寻山大寨主 大哥呀 当那个时候如果您不愿意干 您必然告辞 既然辞世呢 您老人家就不能在我这住着了 您必然要走 那么反过来 小弟要是掌握了大权之后 要不愿意用您 那大哥 您是不是也得走啊 行啊 何路通点了点头 你说这话我明白了 这就是树根斑鸠的故事 兄弟啊 你只说了这两句 还有两句 你知道吗 何大哥 还有点两句 我告诉你兄弟 还有两句 藤萝绕树生 树倒藤萝死 贤弟呀 你慢慢的详绕这两句话 你想明白了 再告诉我何路通 如果贤弟你一辈子也想不明白 我也不跟你交舌头 我是奉老胡主所派 贤弟呀 你要不让我骚 说小兄我是外人 那我就不管你们父子爷儿老的事了 暂且跟贤弟你告诚 我去查别的蛋 小灵狐李俊一报权 那兄弟我可就不演错了 何路通撅着嘴气横横的就回到了太湖中山大寨面见老胡主李广通 把这一只护手钩 当着大家伙望望一地 三手 小侄 奉您之命去查山 太湖所有的山寨我都查了 就查一个寨不能查 我跟您交差 什么 我太湖所有的寨你都应该查 为什么差一个寨你没查呢 老爷子 太湖小寨是您的少爷的寨 他不让我查呀 李广通 人称镇苏行 老侠可爷呀 一听自己的儿子抗的病了 当着苏州 大班头黄田坝呢 当着苏州府这些老少官人呢 老爷子的脸可就红了 气往上一撞 用手一拍转 啪 霓球眼 马憋嘴 你们两个人赶紧拿着 我李广通这只护手钩 把小灵狐李俊给我困来 三令 两个楼楼兵的头刚要伸手接这只护手钩 外边脚步声音响 腾腾腾 迈达步 小灵狐李俊进来了 来到老虎主 李广通面前 爹 请问您还可是身犯合法 您要派人捆我 李广通双眉道收 二抹元征 用手一指 李俊 老夫我派和鲁通去查山 你为什么不让你搜查你的小灾 爹 咱们爷儿俩可是亲父子啊 您为什么叫外星之人管我 以我脸上无光啊 所以我一糊涂 我呢 就把何大哥给挡出去了 李广通用手一拍着 啪 兜 李俊 好腻子啊 你只顾你脸上一时有光 你可就忘了抗了老夫之命 将来留着 你也是武力不孝之子 马别嘴 你抽眼 把李俊给我推出去 上 两个人 瞧了瞧李广通 又瞧了瞧少胡主 也不敢不困啊 拿着绳子奔了小灵狐李俊 啥带种 您多避避嘴去吧 这没办法 老人家所怕呀 行啊 捆就捆 我不怪你们俩 李广通 身背后太后的水寨 十二个寨主 一看这两个楼楼兵头 真把李俊捆成了 过了六个 水歇的下至 蛤蟆眼寒通 江珠赵勇 泥秋甲亮 出洞交礼遇 海马周青 扑通扑通 就在老胡主 李广通面前跪下来 老胡主啊 您老人家 看在我们的份上 千万饶了少胡主吧 再说 李氏家中 没啥没俩 您就少胡主 这么一个儿子呀 李广通一抱圈 列位债主 全都起来吧 你们众位 都是为我 李家父子好 可是 这个孩子 年轻无知啊 他不懂得 老胡的心思 竟敢抗命 不让搜查方天花 人家黄都头 是奉苏州知府 唐玉到太湖中山寨 来拿这小波龙 方天花 太湖山寨 要是搜不出方天花 也就算罢了 可是我这儿子李俊 他不让何鲁通 搜他的小寨 就如同他寨中 窝藏着方天花呀 这不是让黄都头 起疑心吗 你们众位 真要是不让我杀我的儿子 在我面前讲情无用 黄都头在旁边坐着呢 你们在黄都头面前 给我这儿子求个琴 黄都头说要杀 那就推出去杀 黄都头要说完了 我就能饶了这孩子 这几位寨主 马上站起身形 来到黄天霸面前 抱拳兵手 黄都头啊 请您冲在我们大家的份上 饶了我家少寨主吧 黄天霸在这儿坐着 太湖中山寨老胡主 李广通的话 他全都听明白了 而且他也明白老胡主的用意 黄天霸看了看 这几位寨主站起来 满面带笑 双手一抱 列位寨主 千万千万不要在我黄天霸面前 讲清啊 老胡主教训他的儿子 一来老胡主山规很严 二来老胡主家教也严 这件事跟我黄天霸没关系 与国法不合 我黄天霸怎么敢干涉 人家的私事啊 众位还请你们多多原谅 黄天霸这话可厉害呀 黄天霸还要往下说 就听见 聚意厅外有人说话了 蒙父 别杀我的兄弟李俊 现有蒙儿 方天话 倒了呀 大厅之人抬头这么一看 就见方家庄的小伯龙方天话 由打外边进来 他里边穿着是蓝筹子 蓝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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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边罩着是宝蓝筹子大褂 脚底下是抓地虎的快靴 两只眼睛发指 满脸的煞气就好像凶神附体了 给李广通做了个衣 他可没下跪 两只各被发指 蒙父在上 嗨而有力 黄天爸干嘛来了 黄天爸来搜 就搜着小伯龙方天话 现在小伯龙方天话站在李广通面前 李广通的脸烫一下就红了 可是小伯龙方天话叫的是蒙父 我不能不还眼呢 免礼 方天话呀 你何时入到我的太湖 为什么老夫不知道啊 方天话连也一呼 蒙父啊 孩儿 我每次来到太湖 必将本村出的土产跟水里 给您老人家带一点来 略表我的一片孝心 可这次来 我的家已然被苏州官面所抄 我方天话 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 我进太湖就是孤身一人啊 我不但没见蒙父您 所有太湖的朋友 我是一概没见 我告诉我兄弟李俊 不让他说出来 我在太湖居住躲避官司 今天 听说黄天把带着官人来搜查我 我连累上我蒙弟了 蒙父 我方天话所作之事 这叫自作自秀 我绝不会连累别人 今天的事 还请蒙父原谅我 就问蒙父一生 这场官司 您到底打不打 李广通如何回答 下回再说 咱们